他是Alpha 他也是Alpha 双A设定超级带胆 林云帆和季沧海 是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 林云帆从小有个健全的家庭 性格如骄羊般热烈 他开朗健谈 热爱篮球 心地善良 从小人缘很好 围绕在身边的朋友很多 季沧海的状况完全相反 从小生活在没有爱的家庭中 母亲没有给予他母爱 父亲更是无心冷情之人 导致季沧海的性格 自卑 阴郁 偏执 不讨喜的性格 让季沧海在小时候 受尽同学的欺负 长大后 林云帆被自己最信任的朋友背叛 朋友冒用他的信息 借用高利贷 最后跑得无影无踪 将债务留下 追债的人 天天围堵林云帆所要钱财 他把从小和父母 一起生活的房子 很心卖了 将卖房的钱 一分不留的全还了债 但高利贷滚雪球的方式 还进去的钱 只能算杯水车薪 仍然欠了很多 不得已休了学 遇到一个好心的餐馆老板 给了他一份工作 让人有了地方欺身 每天住着最差的出租屋 拼命努力挣钱还钱 凌晨三点的出租屋内 几个壮汉正对少年暴力摔打 逼迫林云帆 现在立刻将这月钱还上 力量的悬殊 让林云帆瘦弱的身躯招架不住 只能不停解释 工资明天才能发 发了立马将钱还上 隔止每月只能还三千 壮汉气急将人拎起 狠狠砸向桌面 直言这点钱 你是想打发要饭的吗 小子 你到底清不清楚 欠了我们多少钱 说话兼守上活动还在继续 摔大的过程中 无意地将林云帆的头颗 碰在桌角处 疼得林云帆抱头翻滚 连连叫我 表示自己真的没钱了 之前自己已经将所有的钱 都用来还你了 听完油腻男露出一抹邪笑 装出一副通情达理的样子 其实哥哥这次过来 也不是为了刁难你 看你不容易 这样吧 哥给你介绍份工作 如果你把这份工作做好了 哥保证不出两年 你就可以把欠的债全还清 这工作没什么难度 你肯定能胜任 只需要陪陪人就可以 你好好考虑一下 听完油腻男的话 让林云帆大为震惊 老子可是实实在在的 Alpha 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 林云帆的反应 弄得油腻男很不满意 一步一步地向人逼近 细血表示 你真该庆幸你是个Alpha 不然也不会这样值钱 实话告诉你 很多大老板就喜欢Alpha 毕竟能驯服Alpha 比驯服其他的也就多了 再说Alpha 混到你这种地步的 少之又少 物以稀为贵 你这样的老板们 更愿意出嫁 随即捏向林云帆脸颊 仔细端想 第一次见你 就觉得这张脸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赤裸裸的羞辱 让林云帆瞬间暴走 操起地上烟灰缸 朝着油腻男脑袋 狠狠砸下 砸得油腻男满脸错愕 没想到这小子 胆子还真大 林云帆抓住 时机撞向落地窗 从二楼纵身一跃 或者受伤的身体 拼命往外逃 疼痛的身躯 泛晕的脑袋 让人步伐缓慢 凭借熟悉地形的优势 逃窜至一条小巷 许久过后 发现追逐在身后 人影没了踪迹 暗自庆幸 终于逃出升天了 放松之际 一辆豪车驶来 毫无预兆地 将林云帆撞倒在地 昏迷之前感叹 自己可真倒霉 心里祈求 车主是个有良心的 好把自己送去医院 这样至少不会 被要债的抓住了 顶着最后一丝力气 想看看到底是谁 撞了自己 车主蹲下身 急切地询问你 怎么样了 伤到哪了 当看清车主脸庞 让林云帆心里的小人 欲哭无泪 怎么会是季沧海 如果自己有罪 请让法律制裁我吧 怎么可以在这样 狼狈的情景下相遇 季沧海见人恍恍惚惚 快要失去知觉 焦急地不停呼喊 林云帆的名字 情敌多年后再次相见 相遇方式相当炸裂 直接将人撞倒 一个是肇事者 一个是受害者 林云帆和追债人 发生肢体冲突 瞅准机会跳窗逃走 逃跑途中 被辆轿车撞倒在地 肇事司机 竟是学生时代的死对头 林云帆在14岁的时候 分化成Alpha 英俊美的长相 开朗的性格 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 评选为最让人憧憬的心动对象 同是Alpha的季沧海 则因冷漠的性格 帅气的脸蛋 人气位居高位 获得众多人的青睐 林云帆热爱运动 身边兄弟成群 季沧海沉稳内敛 喜欢独处 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是学校里人尽皆知的死对头 从学习到运动 带到大大小小的比赛 二人都得争个输赢 回忆的是 每次刚有人和林云帆表白后 过几天 爱慕者都会转头奔向季沧海 这一怪异的定律 让二人关系降到冰点 课间时间 林云帆的两个哥们好奇的八卦 听说季沧海 和他们班新转来的Omega 总黏在一起 两人好像偷偷在交往了 哥们一听直呼太好了 这样他就没精力学习了 这次第一名 必须是咱番哥的 很快就到放榜日这天 林云帆自信满满地看着榜单 心想 这回季沧海 肯定没自己考得好 醒目的大字 给了林云帆响亮的耳光 让人当场实话 心底万个问号 季沧海怎么可能还是第一 自己好像一个大冤主 既没爱情 也没第一 身旁的哥们 还在不停地扎针 番哥 你不是说 这次肯定的第一吗 怎么又被压了一头 林云帆此刻 恨不得将哥们嘴巴抖上 自己也想知道 季沧海是怎么做的 平头小哥识趣地表示 番哥能得第二 已经很厉害了 给咱多长几个脑袋 也未必能考这么好 下午几人刚运动完 林云帆被一阵蛋糕 奶香味的信息素吸引 见哥们都没反应 好奇询问你们 有闻到一股奶香味吗 几人对视几眼纷纷摇头 怀疑他可能是饿了 弄得林云帆更加好奇 决定前去探探情况 跟着味道来到监房门外 离得越近越肯定 这是欧美感发热气的味道 轻敲房门询问 里面的同学需要帮忙吗 等了许久没见反应 担心不会晕倒了吧 于是打开房门准备帮忙 看着一头惹眼的粉发 立马猜到他就是最近 和季沧海形影不离的那个欧美感 刚运动完的林云帆 被一股浓烈的信息素味道所吸引 好奇是谁在这么多人的地方 居然没有打一只剂 推门发现 竟是死对头 最近出双入队的 欧美感 感叹运气真是差到爆 这么敏感的时刻 也能让自己遇见 心想 还是不招惹为妙 转身准备去医务室 找医生过来帮帮他 欧美感怕被人发现 那样自己会被强制退学 用尽全力起身 制止林云帆的脚步 拖着颤抖的身体 祈求别告诉老师 自己已经吃过一只剂了 一会就能好 说话间体力不支 直接晕倒在林云帆怀里 搞得林云帆一阵慌乱 不知道怎么解决眼前问题 飞速运转小脑袋 想办法之际 就被突然闯进 房间的人 从后面一把兵了起来 用力地将人甩出 砸向墙面 林云帆被突降的霉运 砸得一脸猛圈 刚想上前理论 不料对方竟比自己还激动 伊领被对方死死地抓住 力声质问 你有没有咬他 有没有标记他 不以为姬康海 是在乎 Omega才会如此激动 想不明白 两人明明小时候那么要好 为什么自从测出 第二性征后 两人的关系会飞转直下 变得连陌生人都不如 难道Alpha之间 只能存在争斗 没有有意吗 见人半天不回话 济沧海慌望 真怕林云帆 已经把Omega标记 拉扯伊领的力道 无自觉地中了几分 心里不断祈祷 能听到对方的反弹 被勒得有些呼吸困难 回过神来的林云帆 想将济沧海的手拍开 可无论怎样用力 都不能撼动对方 只能气愤解释 自己可没动过的人 不信的话 你可以等他醒了 仔细盘问 听到想听的答案 济沧海感叹好险 心里的这口气 还渐渐地松了下来 抓住伊领的力道 也开始慢慢放缓 林云帆抓住机会 一把将人推开 憎恨表示 自己才不会随便 标记不喜欢的人 济沧海明知被误会 依然选择沉默 深知现在可不是 解释的好时机 只能眼巴巴看人气愤离开 经此一事 两人关系变得更差 原来一直暗地里偷偷较近 现在则是由暗转明 放上台面 直接做对 每次见面 火药味十足 恨不得将对方直接掰碎 林云帆变得更加努力学习 就为超越济沧海 可怜自己是个妥妥的大冤种 不像济沧海有甜甜的恋爱 还能拿第一 想着无论怎样 也得在成绩上超越他 总不能一头也不转 林云帆因否预发热气的 Omega被济沧海误会 两人发生激烈的冲突 关系急转直下 很快迎来校运会 二人势必得比拼一番 热身时间 林云帆发现 不时偷瞄自己 纳闷济沧海的奇怪的举动 难不成是想刺探军情 身旁哥们的热情搭话 打断了林云帆的思绪 哥们殷勤地打起了感情牌 让林云帆一会别跑太快 给兄弟们留点面 为了赢下比赛 超越济沧海 林云帆坚定表示 这面子不能给 给了第一 就是济沧海的了 只要关于济沧海 都知道林云帆有多聘 哥们识趣地不再说话 两人的交谈 被身后的济沧海 听了个大带 上前调侃 某人只知道插科打棍 这个第一就别想拿了 记得林云帆 将拳头钻得哥哥响 想上前理论的冲动 被比赛提示音生生跑掉 暗暗发誓 一定给拿第一 冷静分析 最后一棒四个人中 没有能跑过自己的 只要前三棒的距离不拉太多 那第一的结果毫无悬念 比赛开始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队友交接的过程发生意外 接力棒顺势掉在地上 让勇夺第一的信念 差点崩碎 还好队友反应迅速 快速将接力棒捡起 开始狂奔 让林云帆再次看到胜利的希望 队友顺利将棒交到林云帆手中 林云帆势如破竹 拼命冲刺 心里的小人不断重复提醒 赢下几沧海 二人的距离相差无几 一路你追我赶 令比赛显得更加刺激 林云帆下脚的瞬间 一个没踩尾 直接崴脚摔倒 眼看终点距离自己 只剩一两米了 必胜的决心 让林云帆不再顾及 将自己化为肉球 滚向终点 这一神操作将身旁的几沧海 吓得紧急刹车 眼球差点一架 没想到 为了赢下比赛 这么拼命 队友见林云帆受伤 纷纷跑来将人扶起 刚刚滚动的动作 让人顾不上比赛情况 一个劲地向队友确认 自己是第一吗 队友肯定的答复 让林云帆瞬间开心 几秒过后 下脚的瞬间才感受到疼痛 快裂开的痛感 让人不自觉地蹲下 抱脚直哼哼 队友见他这副模样 顿觉好气又好笑 贴心地将人扶起 准备送往衣物室 途中林云帆想了半天 只觉蹊跷 当时和几沧海的距离 相差不大 自己虽然机智地滚向终点 可几沧海完全可以抓住机会 反超自己取得第一 可为什么 他会在自己后面呢 队友回想 当时场景及时解剖 可能你摔倒吓到他了 当时他及时杀住了脚步 停顿了几秒 林云帆未赢季沧海 用力过猛将脚腕伤 事后回忆自己的第一的情景 感觉颇为蹊跷 季沧海明明有大好的机会 取得第一 可他却没这么做 以我和他针锋相对的关系 他是不可能主动让出第一的 想破脑袋 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队友在旁调侃他 我该第二 比赛时不看终点 光看你去了 他不输谁输 队友的话 没能引起林云帆的重视 还得回去参加闭幕式 队友提前离开 约定一会回来送人回家 林云帆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决定不再纠结第一的由来 反正第一是自己 不知不觉在笑意识睡着了 几沧海轻手轻脚地走近 将东西放下 睡得正香的林云帆根根没发现 几沧海临走前 还在林云帆周围 闻到了一股特别好闻的信息素味 睡醒后 发现桌上多了块蛋糕 贴心地写着给帆哥 还是自己喜欢的口味 欣喜若狂 不知道是哪个哥们这么懂自己 美滋滋地品尝起来 这次贴心得好好谢谢他 之后的几天 林云帆一直惦记送蛋糕的兄弟 可问了一圈 都说不是自己送的 搞得林云帆很是惆怅 找不到人 只能辜负那位兄弟的好意 自从笑运会后 几沧海请假的情况越来越多 时不时地就会缺缺客 起初林云帆没当回事 喜滋滋认为是反超机会 更加刻苦学习 信心满满地等着考试成绩放榜 心想 这回怎么着也能考赢几沧海了 当看到几沧海那篮显示缺口 林云帆人都傻了 他该不会怕考不赢我 故意没考的吧 等下回我照样赢你 等着却等来了几沧海修学的通知 林云帆像泄了气的气球 失望笼罩在周围挥散不去 后来听同学议论 几沧海是某个集团老总的私生子 家里有遍布 准备回家继承家业 另一个版本则是和初双入队的那个 Omega继承了帆 一同修了学 明年会一起复读 此后直到毕业 林云帆再也没能见到几沧海 校园生活不再像以前一样精彩 仿若贪死水 毕业晚会上正百无聊赖的观赏的节目 突然收到陌生人亲切的祝福 帆哥 毕业快乐 别忘了我 相熟的语调 让人误以为是哪个好哥们 电话忘从了 向对方表示歉意 忘给备注 好奇了一晚上 却再也没能收到对方的消息 林云帆校园会后 直到高中毕业 再也没能见到几沧海 上了大学 接连遭遇人生变故 大一父母遭遇车祸 不幸身亡 父母生前不爱与亲戚来往 身亡的消息 亲戚也无从知晓 导致胀里冷清至极 小小的年纪 只能独自承受 失去双亲的痛苦 生活举步维艰 自此 林云帆患上了严重的睡眠障碍 几日几夜的睡不着 想尽各种办法 最初选择用酒精麻痹自己 没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最后只能向安眠药妥协 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各大机能逐渐下架 抵成好一段时间 好不容易熬过球 在大三的时候 惨遭兄弟背叛 利用林云帆的身份信息 借了大笔高利贷 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能替人背锅将债务揽下 未还欠款白天送餐 晚上 在酒吧当服务员 一天得连轴转19个小时 睡眠时间严重不足 直到这次 为了躲避高利贷的追逐 被几沧海撞到 命运的齿轮 还是再次转动 几沧海将人送往医院 找到主治医师了解病情 得知左手手腕脱臼 多处软组织挫伤 还有轻微脑震荡 不由的冷汗直冒 内心没想过 让他这么受罪 得知林云帆已经苏醒 忙进病房看望 林云帆见来人真的是几沧海 不想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 与曾经的死对头相认 临时起义决定 先装失忆蒙混过关 演技爆发 主动询问几沧海是谁 自己又是谁 直接将几沧海问猛 生怕脑袋真的被伤着了 帮忙将医生请来重新诊断 会确定认知能力 有没有受到影响 询问脉动的作用 让人将上面的字顺着读完 几经测试 发现认知能力 没有受到影响 弄得医生 一时也拿不准是什么情况 决定回去彻夜研究病人报告 有结果后 再通知几沧海 几沧海再次回到病房 心里百感交集 紧紧盯着林云帆 对目前的情况 一时说不上好与坏 也许失忆是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 林云帆则被盯得心里发虚 这哥们不会是看出点什么了吧 只能用余光时不时地 偷偷描下几沧海的脸色 林云帆不想在落魄的时候 与几沧海相认 只能谎称失忆 几沧海得知 先是愧疚 后是隐隐的庆幸 记不起以前的事 从另一个角度看 未必是坏事 利用关怀的口吻开始试探 想看看失忆到什么程度 还疼吗 饿了吗 通过简单的问题 观察林云帆的反应 看他说不饿时嘴硬的样子 贴心地前去找护士姐姐 要了个苹果 地上前让人先垫垫肚子 本想继续嘴硬 无奈肚子发出抗议的声响 气氛意识有些尴尬 几沧海看他犹豫的样子 猜想他可能不爱吃苹果 想出去找找其他的吃食 被林云帆制止了 不再纠结 大方表示想吃苹果 听完答案松了口气 细心地替人削皮 地上的瞬间 让林云帆有些谎声 认识几沧海这么久 原来他还有这么体贴的意义 看着正在擦拭的双手 突然发现 鲜长的手指有点好看 几沧海好奇地询问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突如其来的问题 让人感觉手里的苹果 瞬间不香了 刚咬下的苹果如梗在喉 不知道怎样回答 才能不落破绽 现在反悔已来不及 不如一桩到底 稍作平复 缓缓开口 不记得 几沧海听完有惆怅有关系 不断抛出问题 想仔细确认 无一例外 关于记忆的问题 林云帆一概不知 看样子过去的事 他是一点也不记得 在多次沟通确认下 一个大胆的想法 油然而生 突然凑近 看向林云帆 摆出一副酝酿奸济的表情 让人猜猜 两人什么关系 千想万想 也没想出 季沧海会问这样 莫名其妙的问题 满脸狐疑地问什么关系 搞得自己都开始好奇 季沧海会怎样介绍 两人的关系 季沧海刚准备胡周 被门外护士打断 得知主治医生找自己 立马穿上外套 前去了解病情 由于林云帆的瞎掰 太惨了医生 熬了数个痛消研究病情 将脑部CT盘的包了浆 仍然没发现 气质性病变 或者退行性病变 唯一能解释得通的 只能是神经心理异常引发的 季沧海现在关心的方向 已经调转 直言以目前情况分析 他恢复记忆的可能性有多大 医生对于这类的病人 完全没把握 只能建议 如果想尽快治疗恢复记忆的话 可以试试神经系统 或者精神心理检查 几仓海通过提问 仔细观察对方表情 肯定林云帆是真的失忆 一个大胆的想法正在酝酿 会确保不出现任何变故 向医生确认 林云帆的失忆多久能恢复 直言想知道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人永远失忆 医生被这反向思维直接震惊 这兄弟怎么不按常理出牌 见问不出想要的答案 表示刚刚是在开玩笑 准备一笔带过 想将人尽快接出院 与医生商量 是否可行 就现在情况而言 非实质性病变 待在医院意义不大 允诺在观察一小时 无情况发生 便可办理出院手续 对于这个答案 几仓海很是满意 临走之前请医生 关了最后一个门 希望不要向任何人提起 自己带林云帆就医的事情 医生很快答应 心里门清 作为众藤集团的少爷 将人撞倒入院 确实影响公众形象 另一边的林云帆 此刻正计划逃跑方案 感叹自己真是倒霉 竟然在最落魄的时候 碰见几仓海这个死队的 多年不见 人家光线地在车里 自己则狼狈不堪地在车底 真想为自己默哀一分钟 为了自己这点可怜的自尊 居然爆发了前所未有演技 还好自己机灵 不然现在还真是尴尬 见楼层太高 翻窗的方案显然不行 果断换下一个方案 趁现在还没被识破 留为上侧 或者受伤的身体 缓慢不行 心里感慨现在一走 和季沧海这辈子 应该不会再见 刚走到门边 就发现锁在扭动 人好像回来了 心下一惊 糟糕 正思索用什么借口解释 门一开见来人是护士 提起心才点放下 护士见病人奇奇怪怪的 腿还伤着呢 怎么自己跑下床了 林云帆只能支支吾吾地 找了个别角理由 憋得慌 想去外面找找厕所 护士满脸狐疑 这里是VIP病房 有独立的卫生间 不用去外面 林云帆欲哭无泪 感叹这些有钱人生病了 都不忘享受 故事怕人憋坏 提醒人静洗手间 出来得检查下伤口 林云帆无奈走进卫生间 开启用脑模式 狂想开溜方案 想了半天 也没能想好适合的办法 眼下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刚将房门打开 就对上 几沧海的帅气脸颊 本就心虚 现在更虚 几沧海上前关切提醒 腿现在应该还很疼 暂时还不能下地 细心表示 扶着自己走吧 林云帆则是一脸看陌生人的模样 这和自己印象里 总和自己抬杠的几沧海 差别也太大了 林云帆想趁几沧海没在病房时 借机开溜 不料被抓个正着 庆幸没被几沧海发现异样 面对几沧海的关心话语 林云帆只觉陌生 眼前的人和记忆中的 实在是相差太大 感觉自己状态还可以 便向几沧海提出想出院的想法 意外地与几沧海的想法不谋而合 几沧海并没着急答应 而是看向有些干裂的嘴唇 想着一定口渴了吧 浑身充满男有力地将瓶盖拧开 温柔地递给对方 种种怪异的举动 让林云帆摸不着头脑 也就几年没见 他怎么像换了个人一样 回想到学生时代的几沧海 林云帆立即摇头 他现在的和善肯定是装的 当年处处作对的人 不可能会突然性情大变 之前为了那个奥美加 还对我动手 回想当时他发火的模样 属实有些后怕 平时他见谁都冷冷淡淡 没想到发起火势那样的凶 施起醋来的男人 真是可怕 再说 我们都是Alpha 注定水火不容 不要被现在的他所迷惑了 看着久久发呆的林云帆 几沧海打定主意 主动继续之前的话题 你前面不是问我们什么关系吗 林云帆好奇 他会怎样介绍两人的关系 想也没想的 顺着坑就往下跳 只见几沧海深情并茂地 介绍自己是林云帆的男朋友 林云帆被男朋友三个字 惊得喷了好大一口盐气水 这个介绍过于炸裂 被呛得连连咳嗽 说不出句完整话 着急想问问男朋友 是怎么一回事 看着被呛了一脸的水 贴心地拿着小手帕 想替人擦拭 林云帆察觉到警惕地 立马向后躲闪 表示自己擦就好 几沧海见他一脸不幸的反应 骗都骗了 准备搞个大的 来个更离谱的 其实刚刚说的不准确 不光是男朋友 还是你的未婚夫 刚听到前半句话 林云帆急忙吐槽 哪是不准确 明明是离谱 直到听到是未婚夫 已经订婚了 整个人彻底呆住 几沧海你要不要 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他是在玩一种 新的耍人游戏吗 哪有骗情敌 是自己未婚夫的 真是离谱给 离谱他妈开了门 离谱到家了呀 看着有些呆滞的表情 几沧海决定再出一击 咱俩很快要结婚了 有一个孩子 三连炮击哄的 林云帆灵魂差点出窍 这都什么跟什么 前面的离谱先不谈 你倒是告诉我 两个Alpha是怎样有孩子的 两个Alpha竟然有一个孩子 几沧海趁人失忆 哄骗对方两人已经订婚 并且有个孩子 林云帆听完只觉荒唐 转动小脑袋 猜测几沧海的用力 该不会是 他与别人有了私生子不想养 才让我洗脏爹吧 泽泽 真是个诡计多端的坏男人 理清思绪后 表面仍然得装出一副 记不清的模样 心底的好奇越发浓郁 试探性地询问 林云感觉自己应该是个Alpha 你的强壮让人觉得 应该也是Alpha 那两个Alpha 怎么会有小孩 几沧海终于弄清他想问什么 故作失望 上演教科书般的表演 将委屈难受 演绎的淋漓尽致 你真的忘了 我们曾经是多么的相爱 只有我自己记得 虽然很难受 不过没关系 我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慢慢说给你听 你现在还不能适应我能理解 这样 你在这等我 我先把出院手续给你办了 咱们回家慢慢聊 看完生情并茂的表演 林云帆陷入了自我怀疑 差点以为自己真的失忆了 几沧海说的才是事实 实在弄不懂 他撒这个谎的用力是什么 总不能吐我一身高利贷吧 想到高利贷突然一惊 他们昨晚没追上我 今天该不会跑去打工的餐馆 找麻烦吧 不行 得给老板提前打电话说一下 让老板有所防范 翻箱倒柜找了半天 也没见手机的踪运 不会是昨晚跑丢了吧 真是倒霉到家了 几沧海的态度太过古怪 天上可不会掉下男朋友 还是溜为上主 嘿嘿 溜了溜了 再也不见了几沧海 林云帆快被自己蠢哭了 拖着受伤的腿 走了好大一段路 都没见到楼梯的影子 这医院也太大了吧 装修的还都一样 偶遇坐轮椅的好心老哥 指了条明路 告知转身只走在右转 可以坐电梯 感觉得救了 兴奋的转身 却对上个厚实的胸膛 刚想致歉 就被眼前的几沧海 吓到尸声 感叹命运的捉弄 老天这是想玩死我了 难道真的要接受 这天降的男朋友 几沧海见他一副 受惊的样子 只觉有趣 你这是要去哪 怎么不等我来接你 林云帆脑袋犯猛 一时想不出合适的借口 只能尴尬罚战 秦迪趁我失忆 仿称是我男朋友 他应该改名较离谱 还好我的失忆是假的 不然真的会被骗去 当他儿子便宜地 林云帆想趁人不再赶紧逃 不料被抓了个现行 几沧海不骄不躁地表示 出院手续已经办好了 咱们可以回家了 听得林云帆一头雾水 家 哪里的家 不能是自己那个破旧的出租屋吧 又开动聪明的小脑瓜 开始幻想 他不会是发现 我假装失忆 故意演戏 最后想法子拆穿我 再狠狠羞辱我 想来想去 只有这个可能性最大 不然感觉 几沧海就是个大尾巴狼 既然你想演 那我就陪你演到底 看看咱俩谁先败北 想通后 立马配合起来 对啊 咱俩都订婚了 之前肯定住一起 那咱回家吧 几沧海看着那条隐隐盛血的腿 走路一圈一拐的 直接给小帆帆来了个公主抱 自己的人得自己宠 身为Alpha 还从没被人这样对待过 浑身不自在 任由这趋势发展下去 自己还不得变成妥妥小娇妻 那怎么能行 只能别扭地 让人把自己放下来 无自觉间竟被一抹小红蕴爬上眼下 轻轻抱抱举高高 可是济沧海这么多年 想了无数次的 当然不会轻易如他愿 谎话张口就来 可我以前经常这样抱你 你从不觉得便利 你这是不爱了吗 这肉麻的话语 听得凌云帆炸了毛 你还真能演 可我是堂堂的Alpha 才不要被人公主抱 一个劲地 嚷着放自己下来 这样鲜活的人 就在自己怀中 任凭对方咋闹 济沧海的回应很干脆 不放 林云帆被人精湛的演技 彻底打败 心中万马奔腾 要是身体允许 现在就想给这小子 上堂拳击课 知道吵闹没用 调整作战计划 过去的事 我都记不起来了 现在的你对我而言 好似陌生人 这样的举动 让我感觉很便利 你还是把我放下来吧 济沧海静静听完 态度依旧坚决 你现在伤口还在渗行 让你自己走 实在太过勉强 别扭 只是因为你现在还不习惯 我会让你慢慢习惯 身为Alpha的我 竟然被人当成娇妻公主抱 对方还是我学生时代的死队 撒泼打滚通通没用 几沧海将人死死抱住 直到到了停车场 才不舍得将人放下 走到一辆白色座驾面前 停住了脚步 林云帆明明记得 当时撞自己的车是黑色的 不是眼前这辆 我勒个大擦 短短几天 这就换车了 光是一辆 就够我还清所有的高利贷 真是万恶的富二代 换车比我换衣服还容易 搞得我也想有个有钱的爸爸 几沧海绅士地将车门打开 招呼对方上车 此时林云帆心理纠结 正犹豫着 要不要此刻坦白装失忆的事 不管几沧海骗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现在都应该立刻摊牌才对 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 演戏演了这么久 这失忆还能装到什么时候 事情总会有败露的一天 与其以后被拆穿 不如现在坦白来得好 做好心理建设 刚准备开口坦白 就被对方截胡 告知他与自己这半年 都处在异地恋状态 这一审转折 又把林云帆的脑袋干完问号 这坦白的关键时刻 他到底在说什么 自己好不容易补独勇气 想将事情说开 大好的气氛 就被这么搅和没了 几沧海没顾人疑惑的目光 自顾自地将人塞尽护驾 慢条思理地说着 二人的恋爱经过 我们已经在一起三年多了 半年多以前我因为工作 被调去国外 这才不得已开始异地恋 这半年时间里 我每天都在想你 无时无刻想着回到你身边 突如其来的情话 深情款款地凑近 细心替自己系好安全带的局 三连骚操作 差点让林云帆招架不住 长大后 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热烈地表白 几沧海看向对方些许害羞的小脸 过为满意地继续瞎胡扯 大约在一个半月前 我半夜接到了你的电话 你说自己出事了 就草草将电话尿下 之后就彻底失去联系 怎么都找不到你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我立刻抛下所有的事 回一国找你 就在昨天晚上 终于再次接到你的电话 将地址发给我后 让我过来接你 我立刻开车过来找你 谁知你 忽然从一条小巷子里串了出来 边开边找一时分了神 将你撞保 你昏迷不醒我将你送往医院 谁知以有我的过失 害你失去了记 我叫记里普 为了得到喜欢的Alpha 不惜将人撞失忆 借此 哄骗对方是我的未婚夫 在我奥斯卡班的演技中 对方逐渐相信自己编织的谎言 林云帆被己沧海说的恋爱过程 捕得一愣一愣的 惊叹他的演技 真是如火纯青 真假参半的谎言 令自己都开始怀疑 是不是穿越时空 来到了平行世界 这扯得也太逼真了 看着林云帆记不清的表情 己沧海感觉这波紊了 终于可以把人拐回家了 由于谎言太逼真 不自觉地 跟着己沧海的思路走了起来 竟然担心地询问对方 为了自己赶回国内 那国外的工作 有没有受到影响 问完才发现自己 可能是真疯了 居然配合对方演起了戏 己沧海以为是真的担心自己 心里的小人开心地到处飞舞 那边工作都已经交接完了 不用担心 你应该累了吧 闭上眼睛休息一下 到家我叫你 林云帆机械地硬打着 心里却十分坦慌 也不知道 他口中的家父是什么样的 车停在了陌生的小区 己沧海想再次上演 环保娇气的动作 被人立马制止 前面在医院已经够羞耻了 怎么可能让他再来一遍 只能嘴硬说腿已经不疼了 我慢慢跟着你走就好 见林云帆态度强硬 只能推而求其次 不让暴娜至少 让我牵着你走 看着身在半空的手腕 感觉动作过于轻易 对目前的关系来说 似乎不太好 可转念一想 自己似乎有些矫情了 就只是牵个手而已 都是Alpha怕什么 打消顾虑 主动伸向对方的手 在触碰到手的那一刻 天知道己沧海有多开心 想光明正大的牵他的手 想了好久 好久 开门的瞬间 让林云帆 感觉眼前的高档公寓 好似样板间 完全没有居住痕迹 不禁疑惑地问道 这不会就是你所说的 我们的家吧 己沧海的心思很敏感 快速地捕捉到对方的一步 立马解释 我们不常在这边住 自从我出国后 你搬去了其他的地方 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消失的那些天 把留在这的东西 都给带走了 所以 房间看起来比较冷清 己沧海如愿以偿 将暗恋多年的林云帆 拐回了家 看着和样板间 差不多的房子 林云帆提出了疑问 己沧海从容面对 谎话随口就编 彻底将对方的疑惑打消 贴心地为人地上拖鞋 好像两人真的住这里 轻车熟路地 将水杯递给对方 关切询问 还会觉得头晕露眩吗 不问不觉得 林云帆被这波男友 力砸得有些晕 这这这还是我认识的 己沧海吗 己沧海见人额头肿得厉害 满脸心疼 立即转身给人拿点服 轻柔地替对方商量 奈何药水刺激 还是疼得林云帆 哇哇直叫 手不由地抓向对方 想减缓痛感 反应过来 立即将手收回 满脸羞涩地望向己沧海 己沧海则是一脸宠密 这样的亲密举动 巴不得多来几次 让人尽管拽 如此纵容的反应 是林云帆没想到的 天知道他的衣服有多贵 别不小心给他扯坏了 己沧海见他发呆的模样 猜了个大概 霸气地让人不要有顾虑 只是件衣服 只要你想 咬我都可以 这油腻的话语 让林云帆直打哈哈 感叹对方变化真大 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他有受虐倾向 不然早早地就应该满足他 刚刚的话题 显然不能再继续 只能转移 医生有告诉你 需要涂多久的药吗 处理好额头的伤 己沧海继续细心地 替人处理肾血的膝盖 不忘回答对方 以后每天需要换两次药 等他结家就可以了 看着眼前熟悉的陌生人 通过两天的相处 总感觉他不再像 以前那样阴悦了 听见门铃声 起身准备迎接外卖 将菜全部摆好 细心地将林云帆扶向餐桌 看着丰富的佳肴 让人不禁感叹 有钱真好 吃个外卖 都可以这么好 己沧海夫人坐下 感觉你肯定饿了 所以多点了些 你快尝尝味道怎么样 这一整天的细致照顾 让林云帆有些恍神 感觉自己真的失忆 对方真的好像自己的男朋友 在回想这几年 独自生活的心酸 无受控地恩宴了出来 将己沧海吓了大跳 忙问怎么了 只能胡说个理由 我这是喜极而泣 东西太好吃了 这夸张的反应 让己沧海满脸疑惑 从今天起 能照顾林云帆的起居 令己沧海感到了久违的满足 面对己沧海 无微不至的关心 这波男友力杂的人 属实有些晕夫 感觉自己 来到了平行时空 好像对方 真的是自己的男朋友 多年后 两人难得同桌吃饭 温馨的场面 被一通电话给打断 己沧海撇向手机 看着容战的名字脸色微变 思索两秒起身 准备去隔壁街 林云帆吃得正嗨 完全没空理会对方 沉浸在美食带来的满足里 一个劲的直夸好吃 直到听对方说 要回公司一趟 还有了反应 现在吗 你都还没吃饭呢 吃饱了才有力气工作 多少吃点再走吧 听到林云帆关心自己 心里暗爽 立马将自己摆在男友的位置 关切地提醒 你多吃点 吃完碗筷放着就行 等我回来收拾 公司是挺急的 那我先走了 看人这么着急 也不好再多说 只能提醒小心开车 越来越有恋爱的感觉 几仓海心里乐开了花 真是美滋滋的一天 留下林云帆 独自一人吃饭 刚刚的佳肴 瞬间感觉没那么美味 食物还是人多才好吃 吃完饭后 将剩菜装好 想着晚上 还可以留着当宵夜 看着空空如也的冰箱 这不会真的是样板煎吗 为了骗我几仓海 还真舍得下血本 到现在也没搞懂 几仓海 为什么要把我带回家 大胆猜测一下 有可能是 察觉到我失忆是假的 想找合适的时间 揭穿我嫁以嘲笑 还有另一种 可能就是他完全相信 我真的失忆了 不知道我家在哪 才想着 先将我带回家 可是根据他带我回来的表现 显然和第一种 猜想不服 那只剩下一种可能 他真的以为我失忆了 将我撞到心生愧疚 想得我痊愈在 坦白以前认识的经过 没想到几年不见 对方变得如此豁达 还这么不计前嫌 好感度不断攀升 猜得正起劲 突然意识到 此刻家里没人 这不是开溜的最佳时机吗 管他什么情况 还是先溜为妙 转念一想 现在逃跑似乎不太好 几仓海 如果真的以为我失忆 会不会到处找我 之前让人垫了医药费 刚刚还白吃了一顿 要不给他留张纸条解释一下 寻着屋子找了一圈 也没见到纸和笔的棕楼 更加印证了 这屋子没住过人的猜想 情敌交拐回家 谎称公司有事 紧急离家 这不是大好的开溜机会吗 可以想起最近两天的相处 几仓海的种种体贴 不觉不妥 打算留张自调在此 找笔的时候 无意识地瞄了一眼 树桌的照片 拿起仔细端像 原来是高二时期的几仓海 看着那张冰块脸 可现在简直判若两人 看着看着惊讶发现 身后竟是那个 和他初双入队的 Omega 好像叫龙战 看得出对方的眼里 全是几仓海 突然有点失落 是怎么一回事 不明白 他既然已经有爱人 为什么还要编下话说 我们已经订婚了 难道是为了找乐子 可也不像呀 看着照片出了神 不然发现 左下角居然还有我 还比着中二的手势 责责 那时候可真单纯呀 他当时选这张照片的时候 肯定没注意到有我 要不然 也不会用这张照片 越想心情越糟 失落地将照片摆回原位 还是开溜要紧 再这么慢悠悠的 人都该回来了 找不着笔和纸 干脆就不行了 这可不是我故意不留言的 他知道后 肯定也不能怪我 五分钟后 大家以为我 成功逃走了吗 并没有 和这该死的门锁 整整斗争了五分钟 此刻欲哭无泪啊 该拧的地方都拧过了 这么贵的锁 他也不好用呀 门都打不开 我左看看又看看 还是无懈可击 搞得我都快磨争了 你作为一道门 不仅应该防火防盗 也得让你的主人 轻松便捷地将你打开 可你现在纹丝不动 是几个意思 到底要怎样才能打开你 就在心态快要崩溃之际 门外开锁的声音响起 糟糕 几仓海回来了 吓得凌云帆 左脚搬右脚 一个亮枪跌坐地上 几仓海一进门 就看到对方坐在地上 好奇询问 你在干嘛呢 满脸干大的凌云帆 只能手指天花板 哼 这天花板还挺好看的 这么别角的理由 让几仓海看出了端倪 你这是摔倒了吗 剑被猜到 没在隐瞒的必要 刚刚想随便走走 腿脚没好力所办了一下 话音刚落 自己已经被人拦腰抱起 意识到不对劲 老脸一红 我擦 怎么又来这招 这车这也太羞耻了 我因为面子 不想被死对头 看见自己落魄时刻 只能假装失忆 想趁人没在家 赶紧开溜 无奈被这高科技的门 拦住了去路 一番折腾 门没折腾开 却把几仓海折腾回了家 见我摔倒 给我来了个二次公主抱 想问我一次在哪 我可不会告诉你 在十一集 好歹我也是个 有尊严的Alpha 被人这样抱 属实丢脸 实在搞不懂 几仓海为什么把自己 当成Omega对待 下意识地 想找他理论一番 你看咱俩都是Alpha 天性基因决定着生理本能 两个Alpha之间 只存在无尽的争斗 比如信息素互相抑制 下意识争夺资源 彼此攀比 只为维护尊严 你这样对我不合适 听完凌云帆的话 几仓海一脸宠密地 看着怀中你 耐心地给他解释 两个Alpha的信息素 只是不会像Alpha 与Omega那样 诱导彼此失去理智 并不会像你说的互相抑制 见人抱着自己的手 还没撒 完全没get到自己的点 有些气急 举着小拳拳一顿乱舞 重点是这个吗 我说的意思是 不要把我当宠物一样 抱来抱去的 好歹我是个Alpha 见对方在怀中挣扎的模样 感觉好有趣 自己的整个心被填得满满的 贴近逗弄对方 不想被抱着的话 下次就不要到处乱跑 还把自己弄摔倒 落在凌云帆的眼中 只觉刚刚说话的语气 好像高中时候的他 不管变化再大 还是找到了高中时候的影子 几仓海关心 刚刚有没有伤到哪 伸手想去检查一下 对方紧接地将手抽回 盲解释 不用看了没伤着 见他抗拒的神情只能作罢 想起有东西落车里 打算去取一趟 你乖乖坐着 我去车库一趟 凌云帆紧急探出小脑袋 想看看这破门 到底怎样能打开 只见对方将手轻轻 按在识别处 门就开了 就开了 合着自己是小丑 这么so easy的方法 前面怎么就没想到 要是现在走的话 说不定楼下就会被撞见 还是在等等吧 奇奇怪怪奇奇怪 怎么突然感觉好困呀 肯定是刚刚累的 我将暗恋多年的竹马 狠骗回家 突然有事出了趟门 查看监控时发现 好不容易骗回家的小竹马 竟在计划逃跑 吓得我马不停蹄 急忙往家赶 回家看见人还在 顿觉安心不少 由于刚刚太心急 将买的衣物 落在了车里 重新取回提上楼 看见大包小包的 林云帆好奇 里面装的都是些什么 以前的东西被你收走了 前面出去替你买了些 洗漱用品 和一些换洗衣物 看看喜不喜欢 要是不喜欢我重新去买 看着地道眼前精致的礼盒 抚摸着那顺滑的手感 心里闪过一丝难过 自从爸妈走后 生活过得很拮据 已经多久没有穿过 这么好品质的衣服 不禁看得出了神 久久磨不开眼 几仓海见他喜欢的神情 感到久违的满足 我先帮你洗一下 等会烘干就能穿 这一温柔体贴的举动 让人怀疑他这是被夺射 之前的关系 明明视如水虎 如今却对我这么好 太过匪夷所思 这态度判若两人 让人疯狂好奇 这其中缘由 脱口出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对方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是你的爱人 当然得对你好呀 爱人不就是对彼此 陪伴彼此照顾吗 天拉撸 他怎么回答得那么自然 究竟是怎样做到 将谎话说得这么逼真的 见林云帆时不时地 就会有所怀疑 想将他彻底洗脑 故意套话 这两天 你有想起点什么吗 听人是一点也没记起 顿时放松了不少 你听我慢慢给你编 开始讲述 两人的相识过程 咱俩第一次见面 是在十二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的性格 和现在截然不同 一直很好奇 你第一次见我是什么感觉 可惜现在的你都记不得了 听到这林云帆 心里的小人疯狂乱窜 谁说我不记得 我记得比你清楚好吗 思绪不经意间 就被拉回到十年前 第一次见面 是在老师办公室里 我抱着班里同学的作业 交给老师 如果你时听见老师 正询问你 真的没有被欺负吗 如果受欺负了 一定要告诉老师 只听你弱弱地说着 没人欺负 都是同学开玩笑 当时就感觉 你胆子好小 都不敢说真话 虽然不在一个班里学习 还是会经常听到 一般的小混混 经常欺负同学的留言 十年前 于几沧海出狱时 发现他时常 被同学欺负 胆子犹如小仓鼠 一点风吹草动 就能吓他一跳 几沧海前脚 刚出老师办公室 后脚老师们 就开始讨论起来 李老师 刚刚的学生 就是你们班的几沧海 对 就是这孩子 天天被人欺负 每次问他都说没有 弄得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帮他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就没告诉他家长了 我又给他母亲说过 之后仿佛石山大海 孩子读书几年 都没和他的父亲见过面 压根找不着他的联系方式 哎 那还挺麻烦的 家长不配合 我们老师有利也无处使 两位老师的对话 一字不差地 落在凌云帆的 感觉这位同学挺可怜 说完 老师才发现 办公室里还有个小萝卜的 你怎么还在这 赶紧回去上课 凌云帆立马乖巧地配合 礼貌地和老师道别 一天傍晚 刚打完球回来的凌云帆 发现独自坐在树丛旁的几沧海 一个人默默地地 倒不着手中的毛绒兔子 自从那天过后 凌云帆每次回家 都会下意识地注意下 花坛旁的几沧海 总能看见他 独自坐在长椅旁的身影 两人的关系 直到暑假的某天得以改变 凌云帆依照惯例去公园打球 扑遇大雨打球计划 被迫叫停 就在避雨的途中 偶遇几沧海 大家都在忙着躲雨 只有他不躲不避地 任由雨水滴落在身上 好奇 为什么这么大的雨也不躲 宁愿在楼下淋雨 也不回家 突如其来的问候 令几沧海一惊 毕竟很少有人主动和自己说话 凌云帆听他说 不能回家听得一头雾水 虽然不明白其中缘由 还是忍不住 邀请他和自己一同回家避雨 再这样淋下去 一定会生病的 不等几沧海做出反应 拉起他的小手 就往家的方向走 掌心传来的温度 让人不自觉地想跟着他走 刚到家 凌云帆的妈妈 就贴心地地上毛巾 给两个小家伙 擦湿打湿的头发 凌云帆妈妈 这善意的举动 令几沧海感受到满意 感觉阿姨人好好 见陌生的面孔 好奇儿子带回家的小朋友是谁 凌云帆热情给妈妈介绍 这是自己的朋友 和自己一个学校的 看二人身上都被淋湿了 赶紧放出热水 让两人泡个澡 暖和暖和身体 我和竹马刚相识十分钟 下一秒进一起泡起了澡 这还是我第一次 与人这么近距离接触 根本不敢看对方 小脸不由的红橙信号灯 凌云帆则无所畏惧 开心地哼起了小调 刚洗完出来 阿姨贴心地 递来凌云帆的衣服 让我换上 平时穿着校服 感觉大家体重都差不多 自己的衣服 穿在几沧海身上 居然这么大 原来他这么瘦 不由好奇得 左康康右康康 落在妈妈的眼里 误以为我在欺负几沧海 大声制止 不准欺负同学 在几沧海悲惨的童年里 很少有人这样维护自己 感觉阿姨真的好好 见窗外语停了 不好意思再继续打扰 向阿姨和凌云帆做了告别 凌云帆妈妈 不由直夸真有礼貌 你先穿翻翻的衣服回去 将打包好的湿衣服 递给几沧海 这孩子从进家门 到现在不吵不闹的 感觉真是太乖了 临走之际 不舍地摸摸小脑袋 叮嘱下次再来玩 几沧海乖巧地硬答着 看向凌云帆害羞的道谢 如果没有她 今天肯定临失了 凌云帆则回应了一个 阳光灿烂的笑容 表示不客气 两个小朋友的关系 从今天相识后 彻底改变 第二天傍晚 几沧海提着洗干净的衣服 想要还给凌云帆 见几沧海又在不停地道谢 让他不要客气 朋友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 朋友两字重重地 落在几沧海的耳朵里 朋友吗 他当我是朋友啊 人生的第一个朋友 倍感珍惜 心里开心地快要爆表 凌云帆好奇 为什么每天傍晚你不回家 要坐在花坛旁边 几沧海支支吾吾地回答 因为最近我爸爸回来了 小小的脑袋大大的问号 心里难以理解 爸爸回来就不能回家吗 可是出于尊重 还是没能问出口 看他一个人待着 应该挺无聊的 便邀请几沧海 与自己一起去公园打篮球 几沧海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真的愿意带我一起玩吗 见他呆愣的表情 还以为他是害羞 像昨天一样 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拉着他 静止就往公园走 一到自己主场 林云帆就热情地 教导几沧海 一些入门的基本功 讲解篮球的规则 几沧海一听就会 上手很快 自此 两人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一起吃早餐 一起放学 一起玩耍 林云帆的主动关心 让内向的几沧海 感受到难得的陪伴 热爱运动的林云帆 经常相邀几沧海 一起打球 自此二人时常结伴同行 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 刚运动完 不经意间撇向身旁的几沧海 好奇这么长的头发 为什么不想着剪一下呢 把眼睛都被挡住了 在对方的头发上 来回比划着 聊起刘海 感觉人瞬间精神了不少 露出精致的五官 直接将林云帆震惊 感叹原来他这么好看 从小内向自卑的几沧海 很不适应亲密的举动 慌张地将刘海扒下 表示自己习惯了 林云帆突然想到 经常给自己剪头发的爷爷 激动地告诉对方 要不我带你去剪头发吧 见对方犹豫 一阵可爱暴击 去吗去吗去吗 你就和我去吗 那个爷爷剪得可好了 几沧海完全招架不住 这波攻击 满口答应 去去去 一到理发店 清车熟路 给几沧海安排座位 不要担心 我经常在这里剪 剪得可好了 爷爷一看见林云帆 立即活跃地 喊出店里的口号 左青龙 右白虎 你来剪头给十五 林云帆十分配合地 接下口号 要说技术哪家墙 还得是张书里发店 随后的五分钟里 两人你来我往地 对出各种案例 店里的欢声笑语 此起彼伏 一老一少 玩得不亦乐乎 爷爷非常专业 手脚很快 没几分钟 就让几沧海变了样 立马精神了起来 怎么看怎么帅气 林云帆忍不住夸赞 眼睛露出来 真的好好看 像星星一样闪闹 爷爷附和是挺好看的 这眼睛一看就知道 是随妈妈 听见妈妈两字 立马紧张起来 变得十分忐忑 也不知道 妈妈会不会喜欢 我的新发型 林云帆根据自己 理发的经验 安伟一定会喜欢的 两人随即手拉手 迈着开心的步伐 一起回了家 走到小区才想起 将篮球 遗忘在了立发店 那可是自己心爱的宝贝 和几沧海道别 让他先回家 自己回去拿 一路飞奔过去 刚到门口 看见篮球 就在爷爷的身边 心立马安了 见林云帆回来 将篮球抛了过去 逗去小小年纪 旺幸都快赶上老头子我了 路过花坛时 习惯性地看向常义 心想 这么晚了 他肯定不在这 仔细一听 花坛方向 传来一阵微弱的乌夜声 由于太晚 林云帆都开始怀疑 自己是否听错了 走近几步才敢确定 真的有人 仔细一看 竟是几沧海 紧张地上前询问 遇到什么事了 怎么哭了 情都未开得 我第一次被逼动 内心十分慌张 有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感觉 见我头发遮住了眼睛 林云帆热情地 带我去他相熟的店 换了个新发型 回家遭到妈妈的责备 委屈地躲在花坛哭泣 不巧被路过的林云帆 发现正在抽气的我 紧张地询问 怎么没回家 发生什么事了 此刻的委屈通通爆发 急切地想要可以依赖的朋友 妈妈说得对 她不应该把我生出来的 没有人喜欢我 大家都不喜欢我 就连爸妈都不喜欢我 你们都有人喜欢 只有我没有 林云帆越听越不对劲 这到底是怎么了 是不是你妈妈不喜欢你剪的头发 我们是朋友 你有什么话都可以给我说 几沧海抹着泪珠 真挚地看着对方 朋友两个字 对自己的意义特别大 想着自己阴郁弱小的性格 真的有人愿意跟我做朋友吗 紧张地看向林云帆 你会不会觉得 我的性格讨人厌烦 一再向对方求证 你会喜欢我吗 林云帆虽然不理解 几沧海的想法 还是十分肯定地鼓舞对方 你很好 我很喜欢你 我们早已经是朋友了 以后也一直会是好朋友 语言的力量很大 令几沧海不再为刚刚的事难过了 自己有人喜欢 简直太棒了 好想抱抱自己唯一的朋友 林云帆不假思索地 给了个温满拥抱 不停观察对方的反应 希望他能开心点 不再难过 几沧海的情绪 因为林云帆的暖心开导 慢慢地缓和下来 眼泪汪汪地呼闪着大眼睛 今晚我可以住你家吗 这怎能拒绝 不做思考 直接答应 刚进门 林云帆妈妈看着熟悉的小孩 好奇这么晚了 怎么没回家 立马向妈妈解释 他妈妈今天不在家 害怕一个人睡 想在咱家住一晚 可以吗 看着一言不发的几沧海 关切地询问 有没有告诉你 父母今晚在同学家里住 看着不断点头的小脑袋 肿胀的眼睛 让林云帆妈妈明白这 肯定是受了委屈 立马替人找换洗衣服 安排两人去洗澡 顺便拿点冰块 给孩子眼睛削削肿 听见妈妈松口 林云帆开心地 倒了倒计沧海 一副计划通过的表情 第一次与竹马同床共枕 内心兴奋地睡不着 林云帆妈妈 见我眼睛哭肿了 猜测我肯定受了委屈 同意让我留所 看着进入梦乡的林云帆 心里乐滋滋 转过身 想离他更近一点 轻贴着他的后背 让人感觉好安心 正在细细品味时 被林云帆的突然翻身 吓得大跳 那张可爱的小脸 近在咫尺 睡梦中 还不忘安慰我 不要怕 有你在 第一次 有人在乎我的感觉 原来是这样的美好 轻轻钻进他的怀里 好想把时间定格在此刻 第二天一早 好像昨晚的事都没发生过 和上次一样 乖巧地与林云帆母子道别 自从那天后 几沧海再也没提过 那晚为什么哭 林云帆选择尊重他 默契地不再提醒 唯一的区别就是 几沧海经常反复地 向林云帆确认 喜不喜欢自己 林云帆每次都会耐心 给予肯定的回答 每次听到肯定的答案 仿佛世间最优美的旋律 让几沧海感觉到很安心 一天在学校走廊 遇见正在打扫卫生的几沧海 林云帆如往常热情地 上前打招呼 没等来热情的回应 相反则是冷漠地擦肩而过 弄得林云帆一头雾水 反复回想 是不是之前惹他生气了 几分钟过后 想得出神之时 忽然被人拉住手腕 随后拉到一旁的角落 警惕地观察周围 见旁边没有其他的人 才解释 刚刚为什么 没理林云帆 告诫他在学校 不要和自己说话 被他们看到你 和我走在一起都大 会连累 你被欺负了 这时 林云帆才反应过来 学校里真的有人欺负几沧海 忙问他们 是怎么欺负你的 提起这件事 令本就自卑的几沧海 更加自卑 他们有时会嘲笑我 不过没事了 我都已经习惯了 但是一想到会连累你 我就变得很担心 我坚决不能 让他们欺负你 听完大致理清了头绪 原来是怕连累自己 让几沧海不要担心 坚强勇敢的林云帆 才不怕他 咱们在学校照样来往 不要被他们影响了 我们的友谊 你要是不答应 我会很伤心的 几沧海左右为难 被林云帆的坚定 打消了故意 两人又如往常一般 并肩而行 相约放学一起打球 每天被竹马问一百遍 喜欢自己吗 搞得林云帆走在路上 都快幻听了 几沧海在校园里 假装与林云帆不认识 直接忽略他的存在 事后向他解释原因 害怕因为自己 被欺负自己的同学盯上 从而连累他 才选择不认识对方 班里的那些混混 最喜欢的 就是连着身边人一起欺负 把人弄哭 觉得异常满足 千万不能让他有事 回到家里 早已习惯昏暗的房间 洗手间的方向 透出微微的光亮 小心翼翼地打开洗手间的门 不出意外 自己的妈妈 又在做一些可怕的事情 妈妈一见我就很气愤 好像他被我打断了 什么重要的事情 怒斥让我赶紧出去 看着满地的狼藉 没顾妈妈的反对 走过去想扶住 摇摇欲坠的妈妈 倔强的妈妈将我推开 由于醉酒重心不稳 直接倒地 用尽全身力气 将妈妈扶回床上 妈妈即使意识不清 仍然不忘哭泣 不知怎样做 才能帮到她 起身收拾乱糟糟的浴室 冲洗地板的时候 发现一把美工刀 蹲下细细观察 一个大胆的计划滋生 想利用眼前的工具 保护林云帆 不受到伤害 第二天正在打等的林云帆 听见同学一轮 四楼洗手间一般的一个男生 被几个混混堵在了卫生间 也不知道 现在是什么情况 可千万别上去 一听一般的 立马联想到 有可能是几汤海 快速做起询问细节 同学接下来的话 让林云帆震惊 印证了刚刚的猜想 被堵的人 就是昨天打招呼 没理你的那个男生 听完刷的一下起身 满脸愤怒 这帮人合着 只会盯着一个人欺负 以超光速跑向四楼 搞得还挺专业 门口有专人放哨 对方见我想进去 立马阻止 里面维修呢 去楼下上 想着几汤海 正被欺负的样子 小火苗不停往上窜 让人别挡到 一脚将门踢开 果然是几汤海 正被几人围着 揪着衣领威胁 几人见我来者不善 让我赶紧滚蛋 林云帆毫不示弱 霸气宣言 这是我管定了 快放开他 小混混见人这么嚣张 想跌点颜色看看 不料反被KO 一拳秒杀 身旁有小混混 想上前帮忙 几汤海见状非常着急 怕林云帆 被他们人多势众地偷了家 不停呼喊 别碰他 一向逆来顺受的欺辱对象 今天居然敢找帮手 令小混混十分不爽 揪住衣领的力道 又中了几分 同学被校园霸凌 为解救同学 林云帆霸气侧漏一拳 KO对方 其他人想上前帮忙 被混混缠住的几汤海 见状焦急万分 不能前去帮助 林云帆令几汤海十分火大 理智逐渐消失 眼神里满是阴郁 扬言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开始反击 一把将混混手控制住 另一只手在裤兜里穿多 将昨晚掉落在地上的美工刀 掏了出来 对准了经常欺负自己的混混 见状混混人都傻了 直接尿湿了 尿不湿 无受控的浑身哆嗦 妄想用威胁将人劝退 猜想他肯定不敢 对自己下手 林云帆将另一个混混 按在地上摩擦 完全没注意到 几汤海的失控举动 就在几汤海 犯下更大错误前 老师及时赶到 控制住了局面 混混得救 满脸惊恐地看向几汤海 这小子指定是疯了 居然敢带刀来学校 自此以后 混混们再也不敢 对几汤海动手动脚 只敢趁人不在时 悄悄嘲讽 林云帆和几汤海的关系 更加紧密 每天都会结伴同行 在同学眼里 是超越兄弟的存在 慢慢地几汤海 开始找回自信 走路不再低头功倍 不再用长长的刘海 遮住面容 掩饰局促 自信总能使人变得耀眼 越来越多人 愿意将目光 停留在他的身上 很快迎来出 二下学期的生理课 大家特别感兴趣 第二形状的区分 下课后纷纷讨论了起来 一个月后 开始测试第二形状 有的同学担心 爸妈都是β 自己大概率也是个β 有的则很期待 只要不是 Omega就行 不想吃抑制剂 不想被标记 有人提出疑问 Alpha不也要吃抑制剂吗 稍懂的同学 为大家科普 Alpha不想吃抑制剂的话 可以不吃 Omega是必须吃 只能任人欺负 还得随时带着项圈 防止被人咬 活得像宠物 听完有不少同学 表示赞同 看着毫无情绪 波动的林云帆 好奇他 怎么一点也不担心 旁边的小聪明 立马抢答 帆哥才不需要担心 就凭这样帅脸 肯定是Alpha 地旁的同学突然陷入幻想 要是能被翻哥 这样帅的Alpha标记 分化成Omega也不是不行 立马被人调侃 得了吧 翻哥看不上你这样的 不过 Omega一旦被标记 一辈子都只属于那个Alpha了 后悔完全没用 想想都甚人 同学纷纷好奇 第二形状的区分 Omega一旦被标记 一辈子只能跟标记的Alpha在一起 没有任何后悔的余地 听到这 刚刚觉得能被帅气的Alpha标记 也挺不错的同学 顿时陷入恐慌 感觉当Omega太过被动 祈求千万不要分化成Omega 看着同学的反应 林云帆想开导大家 表示自己 如果分化成Alpha 只会标记喜欢的人 一定不会胡乱标记 身旁的恋爱脑随即上线 直夸翻哥好man 如果自己分化成Omega 一定要释放性吸塑 诱导翻哥标记自己 讨论的热火朝天时 一罐冰可乐递到林云帆面前 抬头一看 正是形影不离的锦沧海 我刚去了趟小卖部 顺便给你带了瓶可乐 真好 正口渴呢 你今天最后结识体育课吧 在操场等我 咱们一起回家 锦沧海边回答好 边撇向一旁的同学 表情十分不友好 弄得同学心慌慌 我什么时候得罪他了 很快迎来放学时刻 林云帆向操场的方向走去 途中偶遇几沧海 和一女同学相谈甚欢 看着抽条的四肢 感叹几沧海长得真快 越来越高了 无视冤家不巨头 之前的混混 一见几沧海 便开始酸溜溜地嘲讽起来 你俩在这谈情说爱呢 就你俩这长相 下月一查准事 Omega 这欠抽的语气 听得身后的林云帆 我瞄直窜 你是不是存心找茬 说话在这么难听 小心我抽你 就在事态朝着 严重的方向发展时 几沧海及时拦住了林云帆 毕竟之前打架的事 才刚刚平息 不想林云帆为了自己 再次受到老实惩罚 礼貌向女同学道别 拉着林云帆就此离开 回家路上 林云帆为刚刚的事 愤愤不平 他们这种人 就不适合好好说话 真该削他一顿 看他下次还敢不敢说呢 几沧海满脑袋 都是下月分化的事 满心期待 自己可以分化成Omega 今天生理科上说 Omega生下Omega的几率是80% 刚好我妈妈是Omega 那我很大可能分化成Omega 林云帆静静聆听几沧海的分析 可结果和自己印象里的大相径庭 明明记得Beta和Omega结合 生出Omega的几率才是80% 这么说的话 可能他的爸爸是Beta 班里的同学随便地口嗨 令几沧海吃起了飞醋 还未分化 就想着释放信息素 让林云帆标记自己 怀疑你在想屁吃 林云帆只能是我的 导致几沧海放学路上 都在与林云帆讨论 自己是有可能分化成Omega的 想让对方也注意注意自己 别被其他的Omega分了心 林云帆察觉到了一眼 好好的 怎么一直在说第二心状的分化 回想班里同学对于 Omega在生活中会很被动的言论 猜测他会不会是害怕 自己分化成Omega会被人欺负 所以才左一句Omega 又一句Omega的 实则是想掩饰内心的担心 想通后 随即拍着胸脯保证 你不要担心 如果你分化成Omega 我会一直保护你的 突然听到这样的豪情状 很是惊喜 一直是永远都在我身边的意思吗 林云帆不假思索地点头 嗯 谁让我们是朋友呢 刚刚愉悦的心情 瞬间被朋友二字降到了冰点 小脸快飞成探灰 准备直球出击 如果到时候 你真的分化成Alpha 而我分化成Omega 你能不能标记我 这犀利的问题 直接将林云帆的脑袋问梦 几苍海垂下眼眸继续道 你刚刚不是说 会一直保护我吗 立马明白了问题所在 耐心地解释 我可以以朋友身份保护你 如果标记你 等于剥夺了 你以后选择伴侣的权利 等你以后遇到喜欢的人 会后悔的 听完林云帆的话 决定退而求其次 那临时标记我吧 临时标记会消失 这样就不用担心了 试图想将对方思绪 拉回标记来 保证不用临时标记 也一定会保护你的 听完满脸失落 打算最后一击 楚楚可怜地看着对方 听说 Omega的发热器十分难熬 你如果愿意临时标记我 我就不用忍受痛苦了 此刻林云帆有些动摇 内心真的不希望好朋友难受 可是 现在还没测试 说不定自己不是Alpha 几苍海抓住机会让人表态 如果是的话 一定要标记自己 见他这么在乎 一脸期待的样子 不忍心让他难受 便答应了下来 如果你真的是Omega 而我真的是Alpha 我会临时标记你 直到你不需要的那天 听到对方愿意标记自己 有了林云帆的保证 立马喜笑颜开 男孩围占有眼前的Alpha 诱导对方保证分化后 临时标记自己 林云帆出于朋友的义气 不想看到寄舱海难过 便答应了下来 一个月很快来临 今天是第二性状 检测出结果的日子 两人相约 在校园大树下 一起查看结果 几分钟后 一路小跑过来的林云帆 手捏检测报告 先行查看 不出意外 检测结果显示为Alpha 看向身旁的几舱海 示意他快拆开看看 此刻压力突然袭来 内心祈求 一定要是Omega 本料事与愿违 清晰的Alpha字母 给了几舱海当头一棒 看完结果整张脸都黑了 为什么不是Omega 林云帆见他黑如碳灰的表情 误以为显示的是Omega 才让他这样难过 别忙安慰 Omega也挺好的 别害怕 我会保护你的 凑近一看 才发现显示结果是Alpha 正替对方开心 这回不会被欺负了 谁知却激怒了对方 反被质问 哪里好了 有什么好的 林云帆很吃惊对方的反应 毕竟这个世界由Alpha主导 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想要分化成Alpha 体力方面也更占优势 这样以后再学校 就不会被人欺负 不用担心发热气难受 现在完全不需要 我临时标记他 最后一句 令几舱海炸毛 他那么多天的期盼 就是想要对方标记自己 可现在对方如释重负的表情 深深地刺痛了他 不标记自己 那他想标记谁 越想越偏激 令他逐渐失去理智 紧紧拽住对方衣领 咆哮般怒吼 其实你根本就不想标记我吧 你之前答应标记我 都是装的吧 林云帆不懂对方 为什么这么生气 不停解释 如果你是Omega 需要我的话 我会临时标记你的 帮助你度过发热期 因为我们是朋友 之前说的都是真的 没有骗你 谁知几沧海听完更加生气 你这个白痴 谁要跟你做朋友 抓住衣领的力道中了不少 将对方勒得快闯不上气 连连往后退 几沧海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将手松开 缺氧的林云帆 只能晃晃悠悠地站着 努力回想 刚刚哪句话说错了 才让对方这么生气 突然想到 老师课上所说的 Alpha在青春期的斗争 尤为明显 难道是因为 我们都是Alpha 刚刚分化不适应 男孩做梦都想当Omega 当第二性状检测结果 显示为Alpha 犹如晴天霹雳 想让暗恋对象 标记自己的想法 彻底不空 误以为对方是虚情假意 根本不想标记自己 失控朝对方发了好大动作 就在气氛紧张之时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 Omega的信息素 吸引了二人的注意 寻着气味的方向望去 身为Omega的学姐 此刻正难受地蹲在地上 好心的同学 纷纷上前帮忙 几沧海见状 并交本质彻底显露 强硬地捂住凌云帆的口笛 不准闻其他人的信息素 发热气的人也不准看 你只能看我 凌云帆被捂得极度缺氧 霸言霸语营绕在耳边 脑袋发晕 感觉快要喘不上气了 身边的老师和同学发现不对劲 立马将几沧海拉开 此刻的凌云帆却因缺氧 意识逐渐模糊 昏倒在地 几沧海陷入崩溃 情绪彻底爆发 不能接受自己是Alpha 为什么不能当凌云帆的Omega 通知了家长 再次睁眼已是一天之后 妈妈焦急地询问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看着崽子恢复了的点精神 悬着的心才渐渐放下 你们老师说 学校里有Omega同学 忘记吃抑制剂了 你被他的信息素刺激到 导致你的信息素紊乱 才会昏倒 妈妈给你请了假 在医院好好调养断时间 由于刚刚分化 还不太懂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导致自己昏倒 突然想起几沧海 他也是Alpha 和我一起闻到的信息素 他有没有失 也不知道他突然失控 是不是被信息素刺激 妈妈表示不知情 学校通知到医院的时候 看见老师身旁只有你 林云帆人员很好 住院期间 不少同学前来看望 唯独几沧海没来 内心本打算 他只要来了 向我解释 为什么出口伤人 自己就会和他重归于好 可等了一天 两天 甚至更久 没能等来他看望的消息 等来的 却是他休学的消息 直到中考 都没能见到他 两人再次相遇 是在一年后的高中校园 暗恋对象是Alpha 为此男孩 想做只属于他一个人的Omega 怎料事与愿违分化成了Alpha 深受打击 两个Alpha要如何相爱 对方的一句 这回以后不用我临时标记 让男孩彻底失控 亲手断送了二人的友谊 林云帆回忆到这 被身旁的几沧海诉说的过去惊呆了 完全是篡改了 为了自己不暴入诗意作假 只能默默听他胡编 那时的你 人缘特别好 朋友很多 你对他们很好 对我也特别好 刚刚得知分化结果时 非常不能接受 因为小时候的遭遇 我一直很想分化成Omega 所以看到检测结果为Alpha 非常不开心 情绪失控朝你吼了几句 听到这是林云帆最感兴趣的地方 到现在都想知道 他当初为什么没来医院看我 而是选择休学 发完火后 我立刻就后悔了 哭着向你道歉 幸好你没有生气 还向我保证 就算我是Alpha 你也会和以前一样 一直陪着我 我们就这样和好如初 每天一起上学放学 听着越来越偏离事实的诉说 好像这个版本 才是几沧海希望发生的版本 不由好奇 接下来他会等边 却被对方紧急叫停 时间不早了 咱们休息吧 那你 听得正起劲 这才十点半就睡了 心里不断嘀咕 这要是放以前 我酒吧兼职才刚刚开始的 一句一声 叮嘱你得早点休息 让林云帆没了脾气 只能默默吐血 走 我扶你进主卧 由于内心从没想过 两人会是情侣 下意识地问 我睡主卧的话 那你睡哪 看着对方 一脸笑意地盯着自己 温度骤降 这这这 感觉不妙啊 不出所料的的一句 当然和你睡一起啊 令林云帆实话当场 真是舅舅的母亲 练二胡 用钢琴谱 就特描离谱 第一反应 赶紧躺下 这会看着沙发 真清晴 肯定很舒服 你别和我抢 今晚我就睡这了 内心害怕 万一我睡迷惑了 半夜说梦话 把装失忆的事情 说了出来 可怎么办 万一睡姿太差 还磨牙 被对方看见 可怎么办 不行不行 绝对不能和他睡一起 说什么也不能起来 这沙发 我睡定了 男人 趁暗恋对象失忆 大胆哄骗 是对方的男朋友 表面帮忙 回忆两人的相识过程 将编织的故事 荡成回忆说给对方听 试图篡改对方记忆 怎料对方是在装失忆 最不懂几沧海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目前形势 只能硬着头皮 陪他演下去 想到一会要同床而眠 下得赶紧将沙发承包 几沧海见状不期不恼 用了点小小计谋 就将林云帆骗回主播 抚摸着沙发意味深长地说 也难怪你会喜欢这沙发 这是我们一起去挑选的 买他回来的当晚 我们还在上面 一起设了他的弹性 吓得林云帆眼球离家 他 他 他在口出什么狂 这都不叫离谱了 改叫荒唐了 见对方不打算解释 也没下文 激动地上前薅住衣服 将人摇晃得晕晕乎乎 为什么要说 那么令人误会的话 你别笑了 笑得怪好看的 啊呸 倒是解释一下 你好好说说 我们到底在这上面做了什么 几仓海反客为主 侧身将人压在身下 意味深长地问 你真的一点印象 也没有了吗 林云帆气得想爆粗口 这小子是真行啊 细眼得比我还好 还印象 有屁的印象 我俩明明三年多没见 一起选沙发这种胡话 他也变得出来 他怎么不说 我俩一起加入青铜时代后 去对抗三体人舰队了呢 几仓海突然凑近 轻辅发丝 急之诱惑地问 要不我们请紧再现一下 说不定你就能想起点什么 突然的靠近 撩人的话语 搞得林云帆面红耳赤 过草 他完真的 不会是想亲我吧 身体下意识地反抗 将人往外推 你快起开吧 再这样下去 呼吸都快不唱了 几仓海见他抗拒的模样 心底不由地抽痛 即使失忆了 也不忘拒绝我 真的就那么不喜欢我 起身假装刚刚是在开玩笑 我扶你进去吧 直到你习惯我的存在为止 我都会睡在刻我 林云帆想着自己装失忆 还要霸占人主卧过一步去 还是我睡刻卧吧 几仓海一句话 就将推托的林云帆 问得无处反驳 这里是你和我的家 你睡主卧有什么问题吗 拐个Alpha回家做老婆 刚提到进主卧休息 对方一脸的防备 我看沙发就挺好 乐师小记将人送进房 半想听见卧室没动静 悄悄推开房门 看见惺惺念念的人躺在床上 安稳睡觉的样子 真着迷 想看这幅画面 想了很多个人 客厅的灯光照射进来 林云帆刚进入梦乡 就被拉了出来 揉搓着睡眼朦胧的眼睛 看见门口的人影 就知道是几仓海 这么晚了 找我有事吗 忍住进房间的冲动 没事 就想问问你 被子薄不薄 枕头合适吗 要不要换换 对方无微不至的关心 让人总感觉有些奇怪 可也没往深处下 都挺合适的 不用换 见林云帆一切安好的样子 暗示自己 心急吃不了个豆 能每天看见他就很好 到了晚安 退出了房间 想起他白天 准备逃跑的情景 心有余悸 一定要彻底杜绝 立马走向门边 降门反足 一想到没有指纹 就走不出这道门 提着的心放了下来 林云帆你哪也不准去 第二天一早醒来 看着宽敞的房间 干净的墙面 虽然住了两天 依然感觉眼前的景象很陌生 这样的生活 并不属于自己 门外熟悉的声音传了进来 云帆 醒了吗 可以吃早餐了 好家伙 大早上的 就这么刺激吗 这称呼 也太亲切了吧 还叫得那么自然 听见房里有动静 几仓海轻声询问 我可以进来吗 惊魂未定的林云帆 赶紧接话 进进来吧 得到允许 将准备好的书籍 抱进房间 站在窗户边上的几仓海 被阳光照耀的 整个人闪闪发光 这这这要命啊 大早上的 就打扮得那么帅 几年不见 变化是真大 由于得上班 特地进来主部 早餐做好了 你一会记得吃 抱歉不能陪你 得去公司一趟 看了眼时间 没想到富二代 也需要这么早上班 你吃早餐了吗 你来我往的关心 让人真的有恋爱的感觉 我怕你待着无聊 给你找了几本书 正想夸对方 想得珍州道实 一看学前十字 这是什么鬼 把我当脑残了 大哥 我是装失忆 不是装脑残 不解的看向对方 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失忆了 不是傻了 之前在医院 医生不是测试过吗 诡计多端的功 想让人叫老公 于是出了个损招 指着学前十字的书 让失忆的人懒乎 这两个字怎么练 林云帆急切地想证明 自己的认知能力 没有受影响 想也没想地脱口出宝贝 几仓海心满意读地笑了 原来你认字没问题啊 那我给你换本书 看着对方得意的样子 合理怀疑 他刚刚是在套路 真是损的朋友 和损打招呼 是真损的 几仓海将挽救计划 递给林云帆 看着书名陷入沉思 他怎么知道自己喜欢科幻小说的 好奇到底是巧合 还是真的知道自己的喜好 见林云帆喜欢的神情 暗自窃喜 这书果然买对 不想他和之前的人 何时再有牵扯 将新买的手机递给对方 利用车祸 借口之前的手机摔坏了 替你准备了新的 还记得怎样用吗 盯着眼前的新款手机 发了好一会的贷 他对我好得有点离谱 一系列的暖心举动 引得林云帆好感上涨 见对方开心的模样 几沧海也久违的感到开心 那我先去公司了 你好好在家休息 需要什么 记得给我打电话 正在了解新款手机的强大功能 听人道别 随口而出 路上注意安全 晚上早点回来 就这随口的一句话叮嘱 令几沧海找到了梦寐以求的 恋爱同居的感觉 一遍听不够 还想多来几遍 极致暧昧的凑近 刚刚的话 可以再说一次呢 面对突袭 只觉脸上烧得慌 这是闹哪样 凑得也太近了吧 不敢面对几沧海炙热的眼神 心虚地将眼神磨开 羞涩地把刚刚的语句重复了一遍 看着对方害羞的模样 几沧海好想把人揉进怀里 决定不再压抑此刻的情感 亲烦对方腰间 深情地询问 现在可以亲你 差点江陵云帆的CPU干烧 我把你当兄弟 你竟然想亲我 见半想没回话 生怕被拒绝 连忙补充 就亲额头 可以吗 面对南大十八变 还变得贼好看的几沧海 忍不住地红了脸 人就想亲个额头 要不就答应了 得到许可 立马行动 轻柔地在对方额头落下一位 离心里的那个目标 又进了一步 心满意足地起身离开 人刚走 林云帆的心脏疯狂跳动 刚才憋得都快喘不上气了 此刻心里有种难以言说的感觉 回想他的种种举动 他该不会真的喜欢我吧 几沧海直球出击 如愿以偿 亲到了暗恋十多年的Alpha 直到这一刻 林云帆才有所怀疑 他不会是喜欢我 想到彼此都是Alpha 很快就将刚刚的念头打消 基因决定 两个Alpha的信息 速不会互相吸引 不能引诱发热 所以 怎么可能因为 刚刚那个充满友情的吻 就胡乱猜测 对方喜欢我 泽泽 做人不能太自信 之前去他书房里 还摆着那个叫 荣战的Omega照片 他应该很喜欢他吧 前几天 因为没有手机 都没能联系下老板他们 肯定担心坏了 得打个电话 报个平安 手机接通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私卿我是林云帆 帆哥 你没事吧 这几天你没来上班 我爸去找你的时候 听说你被高利贷的人给抓了 担心死我们了 我没事 偶遇个朋友帮了我 我担心高利贷的找不到 我会去餐馆闹事 你让老板小心一点 放心吧 他们要赶来 我爸会把他们通通撵出去 帆哥 你什么时候过来 我一会就可以过来上班 太好了 那我让厨房中午 做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挂完电话 经过餐桌 看着济沧海准备的早餐 想到一会就走了 心里感到些许歉疚 不能好好道别 欠的医药费 也只能以后再还了 看着桌上的美食 肚子发出想吃的信号 济沧海你就好人做到底 最后再让我吃一顿马 干饭人 干饭魂 干饭都是人上人 临走之际 把家里子子细细地打扫一遍 这是目前为止 唯一能为济沧海做的 最后看了眼整洁的房间 心中突感不舍 感谢你这两天给我带来的安宁 你幸福 再见了 一顿操作猛如虎 门锁丝毫没有要开的意思 难道是姿势不对 换了多种姿势 依然打不开 耐心逐渐好玩 我要 我掰 我敲敲敲 之前明明看见济沧海 就是这样开的 为什么到我这就不行了 体力好玩 摊坐在沙发上 还在回想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 无计可施 只能打电话回店了 给老板说一声 今天不能去上班了 独自在家email半天 无奈只能妥协 翻看济沧海早上 给的挽救计划 打发时间 林云帆再次开启逃跑模式 出师不利 依旧被这高科技的门 拦住了去路 心中很是郁闷 听见开锁的声音 才反应过来 不知不觉 竟和门叫了大半天的劲 没想到 这么快就到中午了 济沧海拎着餐馆 打包好的午饭 招呼林云帆过来吃饭 看着美味的佳肴 吃货本性暴露无遗 眼巴巴地盯着餐盒看 好奇带了什么好吃的 颇有主人风范的 将菜摆好 一副驾轻就熟的样子 感叹自己适应能力 还真快 好像真的是 这个家的男主人 打开看到是 红烧排骨的瞬间 整个人都僵了 怎么会这样巧 早上私心才说 中午做红烧排骨给我吃 怎么挤沧海 像有预知能力一样 说完就给买来了 细思极恐呀 想得太专注 都没发现挤沧海走近 被身后的身影吓了一跳 手中的排骨脱手而出 差点掉地上 还好身后的挤沧海 眼疾手快 将排骨接住 不然中午就少了到美味的菜肴 见到你喜欢的红烧排骨 就这么激动 林云帆借机将心中疑问问了出来 你怎么知道 我喜欢这道菜 挤沧海越发入戏 这可是男朋友具备的基本素质 此刻林云帆心中五味杂陈 内心担心 挤沧海不会听到 早上与私亲的电话内容了吧 其实自己根本不喜欢这道菜 是私亲他们误会了 刚去餐馆打工的时候 身上的钱财全部还了债 那段时间饱一顿饿一顿的 收拾餐桌的时候 发现桌子上的红烧排骨 没怎么动过 于是想打包带回家吃 被老板看见 奇怪我为什么要吃客人剩下的东西 当时的情况只能谎称 自己非常喜欢吃红烧排骨 每次见这道菜 就馋得不行 见客人没怎么动过 才有打包带走的想法 自此餐馆的人都以为 我很喜欢红烧排骨 做员工餐的时候 老板还特意让厨房做这道菜 可我和挤沧海已经三年没见了 如果不是听到早上的通话内容 怎么可能那么巧 猜到我喜欢这道菜 目前合理的解释 只能是他监听了我的手机 转念一想 又觉得颇为蹊跷 如果真的监听到 和私亲的通话内容 必定知道 我的诗意是庄的 他为什么不拆穿我呢 还要陪我继续演戏 挤沧海你越来越 让我看不懂了 你到底在想什么 林云帆怀疑 挤沧海监听自己电话 装失忆的事 或许已经败了 弄不清对方 为什么还愿意陪自己演戏 根本看不透眼前的人 心里满是疑惑与猜忌 导致对方有点轻易的举动 下意识地选择回避 想抚摸林云帆的手 将在半空 这是怎么了 早上不还好好的吗 难道是我什么地方 做得不对 可他不高兴了 不管什么原因 先道歉最稳妥 不好意思 刚刚吓到你了 如果有哪里不舒服的地方 一定得给我说 此刻林云帆脑袋 全是疑问与担心 根本听不见对方说的话 只能机械地硬拔着 摆弄着手中的菜 咱们先吃饭吧 好 吃完饭 我帮你把药换了 说到这想着得出门 可被这门已经拦住了两次 还是问问 这门要怎么开吧 逃不过的问题 直面来 内心慌得一批 决定先装傻充愣 什么门 就玄换那个大门 今天有人敲门 想开门看看是谁 可弄半天也打不开 现在没拒绝理由 只能硬拟 是吗 可能是物业吧 一般没什么人来咱家 一会我教你开门 林云帆听完松了口气 终于能出去了 饭后像普通情侣一般 一起收拾餐桌 一起刷碗 简单的陪伴 就是几仓还想要的感觉 收拾完毕 信守承诺 带林云帆来到玄关 掩饰门所开启的方法 伸出手指 只听一声清脆的提示音响起 门就开了 如此简单粗暴的操作 让人备受侮辱 白天自己也是这样开的 为什么毫无反应 这门还任人不成 按耐不住 越越欲试 今天就看看 是门的问题 还是我的问题 伸出手指 按刚才的步骤操作一番 依然没有动静 几仓海先发制人 这是怎么回事 问得林云帆一头猛 这怎么还抢我台词 这话不应该我问你吗 吃饭前就开始想应对之策 合理的理由总算编了出来 我很久没回这里了 家里的很多东西 都不记得如何使用了 得找找说明书才行 先不管它 咱们去客厅 先把药上了 等我晚上找下说明书放买了 咱们在一起研究下 这门怎么开 林云帆欲哭无泪 在这已经待了三天了 自己是真着急出去 还指望尽快复工 好将债务还清 再次怀疑 几仓海直接租的样板间 才对这里的一切这样的陌生 封批并交工监听 对方通话 得知林云帆想逃跑 立马赶回家将人看住 因为一道红烧排骨 差点让自己暴露 不想对方继续探索 大门如何打开 利用车祸留下的伤势 转移话题 细心地替对方上药 我会轻一点 疼的话就给我说 这点小伤 对林云帆这个Alpha来说 完全不是问题 没事 你放心上吧 直男的口吻 令几仓海多了些期待 你什么时候 能对我这个男朋友撒撒娇 撒娇这词 完全不在林云帆的字典里 你看过一米八七的Alpha撒娇吗 我怕吓得你吃不下饭 真的吗 能不能让我试试 吃不下饭的感觉 这么病骄的吗 彻底把林云帆搞无语 哥哥 没发现你的爱好 还挺奇怪的 上好要贴心叮嘱 你腿脚还没好利索 得躺着多养几天 我去上班了 下班我会早点回来 陪你 林云帆没反驳 只想人赶快紧走 自己好开溜 余光撇向身后 一动不动的几滩海 奇怪他怎么还不走 不会是要看我进房间才走吧 加快脚步将房门关上 思考一会该怎么逃 几分钟过后 小心翼翼地趴门上厅 听听客厅有没有动静 确定没人赶紧将房门打开 心里有些忐忑 祈祷对方可千万不要半路杀回来 走到玄关 看着大门心里发出 文兄 一会我伸手指过去 你识项点赶紧把门打开 不然今天得和你应当到底 另一边令中学时期的 林云帆几沧海 大打出手的 Omega龙站现身 现在是纵横集团的总裁助理 身为总裁的几沧海 刚回到办公室 就不停地处理公务 龙站抱着各种文件 走进办公室 这些是您今天下午前 需要处理的 我五点过来取 公务说完该说点私事 提醒几沧海那人 估计下半年就会回国 听到这消息 感觉比处理公务还累人 疲倦的揉捏发胀的眼睛 好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心情不佳的时候 看看林云帆就好了 打开电脑调出监控 翻看早晨 林云帆与私情的对话 仔细揣摩林云帆的话语 肯定他没失忆 这无疑是个坏消息 想起中午的排骨 真是太冲动了 希望他没发现 自己在监视他 看来以后得更加小心才行 千万不能影响后续计划 好 好 谢谢大家